1972年,尼克松来华访问,这是令中美两国民众欢欣的好事。可有个问题摆在众人面前,美国政府方面提出要直播,但我们没设备,这该怎么办? 最终,周总理沃玄,毛主席拍板,我国工作人员几经波折,终于购得设备,既收得了租金,又促进了我国后续电视、卫星产业发展,可谓一箭双雕。 那么这件事,究竟有哪些显为人知的细节? 在与尼克松的交锋中,毛主席又展现了怎样的远见与智慧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,美国就已经有了几百个高清电视台和几十个超高清电视台,电视剧家庭占有率将近90%,等到60年代中期,这个数据又进一步提升。 不久,美国还实现了跨大西洋发射信号,同日本进行了电视传输。 从这时候起,电视新闻报道就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,美国总统出访时往往带着规模庞大的随行记者团。 尼克松也不例外,在他访华前,基辛格已经就这点同中国展开讨论,我们至少要派出100至150名记者。 带着这些记者主要有两方面考量,一是将现场情况转回国内,让美国民众更直观看到这次访问的内容和意义。 二是向美国民众宣扬尼克松的功绩,让他获得更多群众支持,便于赢得下一次总统选举。 尼克松想得很好,可实时起来却没那么容易。 因为当时我国电视发展水平和普及率都和美国有着不小差距,彩电研制更是刚刚起步。 以当时状况,我们无法担负尼克松访华活动的电视报道,尤其美方还要求用通讯卫星。 周总理和毛主席等人商量过后,给基辛格提出了两套方案,一则,由我方来建造通讯卫星站工作室,然后租借你方的设备。 二则,我方直接买下你方的通讯卫星,然后租借给你方使用。 基辛格听完后当即表示,美方可以无偿提供设备,乃至于出钱帮助中方建立卫星地面站。 不过遭到了周总理的婉拒,旁人对此十分不理解。 周总理解释道,贪小便宜吃大亏,美国人的意思是,他们出钱,我们出场地,表面上看似我们占了便宜。 可实际上,这涉及了主权问题,万万不能干。 况且,他们出钱建起来的东西,我们想用还得看他们的脸色。 别看周总理平时生活十分节约,涉及国家大事,他是从不吝于花钱的,在这点上,毛主席也是一样。 一套睡衣能穿几十年的毛主席,在派遣工作人员出国采购设备的时候,也曾说出过泱泱大国不差这点钱的豪言壮语。 当时对方出价很高,工作人员往国内传消息,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砍砍架,没想到直接被拒绝了。 而且毛主席说,他们要多少钱,就给他们多少钱这是怎么回事呢? 其实,毛主席派工作人员出国买的这套设备,还是给尼克松直播用的,美国也曾提出无偿赠予我们一套设备。 不过毛主席没药,倒不是打肿脸充胖子,而是拿人手短,吃人嘴软,这不利于我国后续同美国平等交往。 工作人员一打听,同样的设备可以去美国买,也可以去日本买,后者可能还要便宜些,毕竟日本离我们近不少。 向毛主席汇报后,毛主席却指示就去美国买。 看似吃亏,实际上这里面大有学问。 我们到日本去买,花了多少钱美国也不知道,搞不好美国人还要担心我们做了手脚,去美国买就没这些问题了,而且也便于我们后续和美国人谈租金问题。 工作人员抵达美国后,很快找到美国厂家问价。 没想到美国厂家知道我们没有并且急缺这个东西,直接坐地起价把价格翻了个翻。 我国工作人员一听价格气氛极了,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,于是往国内传消息,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斡旋。 说白了,这东西是给尼克松准备的,如今美国厂家坐地起价,自然应当由美国政府出面解决问题。 不过毛主席并不这样看,他直接指示工作人员,他们要多少钱,我们就给多少钱风水轮流赚吗? 工作人员有点摸着头脑,不过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。 等到装备买回来,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登门的时候,众人心头疑惑才解开。 原来,按照国际惯例,美国人使用这套设备是要付租金的,租金多少全看双方协商。 我们泱泱大国不会宰客,为了便于计算,美国人只要按照我们之前的购买价格支付租金就可以了。 周总理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,我们在北京和上海突击建造了几座小平房,然后把之前购买的卫星地面站和附属设备设备设在了那边。 在美方技术员的帮助下,我们顺利完成了安装,不仅解决了主权问题,而且学到了些技术。 协助中方安装设备,教导中方工作人员使用的过程,给美方技术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沃尔克曾经回忆到,他们如饥似渴地跟我们学习,在节目录制方面更堪称对我们言听计从,我们相信这是周总理的安排,因为卫星地面站及设备已经被我们买了下来,所以在安装调试完成后没有中方批准,美方不能随意使用。 如需使用,则在申请通过后按记账办法收费,一来一回,其实我们也没花多少钱。 看起来,这只是一场交易游戏可实际上,其中蕴藏的意味非常严肃,主权问题和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。 基辛格看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做法后,也十分感慨,他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,可能只有我和尼克松知道,为什么美国愿意无偿提供这些设备,中国方面却坚持要支付费用,我们完全理解并且十分敬佩。 1972年2月下旬,尼克松终于抵达了中国,当时周总理等人亲自去机场迎接,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。 还不曾走完下飞机的台阶,尼克松就伸出了自己的手,而周总理也上前两步伸手同他握在一起,这就是世纪握手。 通过我方之前买来的卫星地面站及相关设备,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,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 后来,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尼克松,在书房与他完成了一次重要会面,这次会面也给了尼克松极大震撼。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如此说道,不像爱丽社公那么辉煌,也没有克里姆林公那么庄严,可在当时我几乎要被那装满了树的书房压垮,我在云雾间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哲学。 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似乎将我完全看透了,尼克松口中的他自然指的就是毛主席,那座书房其实也没那么夸张。 真正给尼克松营造出巨大压力的还是毛主席的威严与睿智。 与同州总理交谈时的如沐春风不同,同毛主席会面时,大家仿佛面对一座巍峨高山。 诚如基辛格所言,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毛主席面前都自信不起来。 当然,会面并非全程如此严肃,中间也发生了一些趣事,譬如说互赠礼物环节就留下了不少经典场面。 首先是半壁江山,毛主席招待尼克松的时候,请他喝的是自己喜爱的茉莉花茶,而作为礼物赠送给他的则是四两大红袍,也就是二百克。 尼克松刚收到礼物的时候,觉得这个分量有点少了,周总理笑着同他说,可不少例,这种茶叶一年所产,还不到五百克,主席这是将他真爱的一半家当都送给您了。 尼克松听完后才知道这份礼物的分量当即肃然起敬,心情上也好了不少。 结果他送礼物的时候,除了幺蛾子精美的瓷素天鹅身上的羽毛,居然掉了一根。 虽然及时粘回去了,可毕竟有了瑕疵,多少让人挂怀。 关键时刻,给尼克松解难的还是周总理,断了还可以接回去吗? 就像中美关系不也被接起来了吗? 无伤大呀! 无论是周总理,还是毛主席,都让尼克松对新中国的印象大为改观,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同中国破冰的决心。 此后,他因水门事件下台,其他人对他避之不及,偏偏毛主席再度对他发出访华邀请令他感动不已。 最难得的是,尼克松1976年的再度访华在规格等方面是毫不比前一次逊色。 当时身体状况已经不大好的毛主席,再次与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,这让尼克松深刻意识到了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。 彼时很多人不理解,毛主席为何如此高规格地接待尼克松,这已经超越了情义的范畴。 直到1976年11月美国大选,一些人心里才有了答案,占据种种有利条件的福特落选了,反倒是不大被看的卡特得以上台。 这是为什么?或许是因为同中国搞好关系,协同发展,是更多人的心愿。 所以对华政策不大令人满意的福特下台了,而努力争取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卡特赢得了选举,这又何尝不体现出了毛主席的远见与谋略呢? 除了邀请尼克松再度访华外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当初选择买下设备,租给美国人的举措同样展现出了他们的远见。 这一决定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电视业的发展,并且为我国发展通信卫星开了一个好头。 先说电视业,尼克松访华的电视报道,让我国从业人员深刻了解到了美国卫星电视报道技术有多先进,这才有了后面的引进。 毛主席派人买设备,也算摸清了路,后续我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逐渐有了这方面业务往来。 鲁迅曾在杂文《拿来主意》中提到,一味地送去或者送来都不可取。 前者有可能走上卖国的道路,后者则意味着甘心接受文化、经济的侵略,这种时候我们就应当考虑拿来主意。 放到20世纪70年,鲁迅这个观点颇为适用,在比较优势的原理下,拿来主意不失为一种高效选择。 再说卫星业,尼克松访华之前,我国尚且没有卫星通信能力,这才有了租借设备、购买设备等一系列事件。 而尼克松访华过后,我国的卫星通信事业总算是起步了,而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通信技术中一公司了。 当年,我国从美国引进卫星地面站的谈判工作,就是由这家公司技术人员与美方代表完成的后续安装、测试也都有这家公司的参与。 后来田中角龙访华,也是这家公司负责采购的移动式卫星站。 仅在20世纪70年代,通信技术中一公司就从美国采购了四套卫星地面站,累计花费了上千万美元。 后续这一家公司先后引入60多座卫星地面站,为我国打破西方封锁,发展移动卫星通信事业,做出了卓越贡献。 虽然我国在卫星通信方面起步较晚,基础也比较薄弱, 但是在我国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,我们最终还是走出了一条通信卫星研制之路。 而通信卫星的发展,又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航天技术等方面发展,可谓一夜融百夜星。 这一切,既来自采购人员的努力、科研人员的奋斗,也和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人的高瞻园主也有很大关系。 我们都知道,毛主席有两项真爱的藏品,一是东方红一号的录音交代二世阿波罗十二号飞船采集的月球研片。 毛主席等人的目光早已望向蓝天与星空,这份远见属实令人钦佩。 如今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人早已逝去,可是他们的故事却将长久流传。 希望大家能从这些故事中有所收获,领略到他们的智慧与远见,继承他们的一致和精神,积极投身祖国建设事业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,可以点个关注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